给大家看一下我这盆枝子花的根系 这盆枝子花的话基本上已经长了满盆的根 而且底部的根系也全部长出来了 那么枝子花为什么能够长出这么一大盆的根系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给它适当的追尸了一些生根剂造成的 那么生根剂 我们市面上的生根剂有很多种 经过我实验发现最好用的一种生根剂 就是这个引钉耐乙酸 引钉耐乙酸的话呢 它是由两种生根剂复配而成的 一个是引朵钉酸 还有一个是耐乙酸 那么这两种生根剂呢 它不仅能够促进长主根 还能够促进长侧根 还有一定的促进植株发芽的效果 能够增强植株的抗性 它的这个名的叫根瓜瓜 然后里面的话呢是颗粒型的 它有几种使用方法 一种呢是对水稀释 页面喷或灌根 当然灌根最好 其次呢就是直接撒在盆面 或是和土壤拌匀都可以 那么它是具有这个包衣技术 所以呢它的释放速度比较慢 一般如果我们是直接将它撒在盆面的话呢 它的这个持效时间呢 可以达到半年左右 不管是家里的枝子花呀 还是其他的花呢 都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家里的花根系不好 长势不发达 或者是刚刚迁插的 或者是刚刚移栽的 这些情况呢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根瓜瓜 引钉耐栓来促进根系生长 好啦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